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20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台东县第一处社区公共托育家园 20号的上午正式的接牌启用 县长黄建廷也亲自到场祝贺 同时也表示 希望透过利用闲置空间来建制 社区公共托育家园和多元化的托育政策 使两个月到两岁的应幼儿 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和引导 让家长能够享受平价优质的服务 同时也减轻家中的经济负担 县长黄建廷与北南乡长许文献 社会处长曹建秋 以及与会的家长们一起向前走 拉下红布 象征台东县第一处社区公共托育家园 正式接牌启用 为了减轻家长负担 县政府与地方公所合作 活化闲置空间 建制社区公共托育家园 县长黄建廷表示 目前县内共有两处公托家园 希望未来能够建制更多 提供平价优质的照顾环境 增加民众想生育小孩的意愿 我们除了这里我们也将在台中视光明国小 因为刚刚讲其实要找到那个空间是最困难的 那我们学校里面可能有些教室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校图没有用到的 我们现在也可以想办法用学校的闲置的这个教室 来做这个国域的这个中心 我们去跟中央争取到经费 然后我们要选择好这个点 其实这个是难度最高的 所以我特别要感谢乡长跟公所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闲置的空间提供出来 提供出来我们透过争取到的经费来整修 然后我们就要委托给合作的协力的这个机构 来一起来办理 我们相信提供这样的服务应该是会非常的抢手 那我也希望我们启动了这个以后 将来台中的家长们都可以很安心的 把他两岁以下的小朋友交给这个我们的拖育中心也好 或者是专业的保姆也好 那么让他们可以很安心的去工作 然后去这个这个这个谋他自己的生活生计等等 或者因为这样 大家会有更多的生育的意愿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少 目前北南社区小海马公共托育家园 收拖的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 早上七点半至下午五点半 每日十小时的收拖时间为原则 并协助家长申请准公共化托育费用3000元 目前已经照顾了11位两个月到两岁的婴幼儿 另外也有一位即将就读 目前已经满招 如果有需求或有问题的家长可以致电承办单位 东台湾幼儿教保专业促进协会089380078黄主任 记者陈继琳悲难相报导